所以我想請教誠意的就是說 臺灣的那個照相設備會拍到這樣嗎 不容易 因為臺灣照相設備 大部分從後面拍的 從正面拍的稍微少一點 但是呢 我們是蠻人道的 對 但是會有一個 比較人性化 比較人性化 而且照相器設備好像鏡頭 解析度也不是很高 比較好讓我們去解釋 我們那個解析度以車牌變色的原則 不以臉蛋變色的原則 但是確實剛剛馬力士講沒有錯 其實我們認識所有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車大部分那種操保 都是登記在公司啊 然後用租賃的方式 其實除了這個 包括我自己的車也是用租賃的 他就寄到外面去很方便 因為也可以節稅嘛 但是 但是就是說 我們最怕的 以前最怕的事情是什麼 跟這個 比如說 好啦 我已經睡覺了 掛完電話其實開著車出去了 結果開一個太興奮 啪啪 被拍照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每天 要去信箱看一下 每天回家準時先看信箱 怕說家裡邊收到說 你那不是在睡了嗎 我們晚上出去玩 對 這些確實是要用租車的 會比較好一點 那請教一下馬律師 就是說王權人每個月給二十六萬 那大家也都嫌少 你覺得法官會接下來會怎麼辦 我現在講法律 法律上面如果生活費 物價指數當然日本高 如果單純只是要撫養費 這件事情 我當然選擇在日本黨 日本的物價指數比台灣高 所以台灣一萬五 台北是最一半萬六 你說一般 一個人 對 那個像台北縣 或者是個苗 那會更低一點點 所以如果在東京打 就這個金額來講 他主張這個六萬塊 可能是東京的法定生活水準的上限 所以他當然選那邊打 那至於剩餘財產 那我就要 因為這個沒有暴露 到底是不是有寫婚前協議 所以很可能這個部分 可能婚前協議都寫好了 所以螞蟻不是講一句話 我只求趕快離開 其實他們最care的 包含他們王家 最care的是他離開以後 會不會帶走一些剩餘財產分配 其實這個就是在六七年當中 一方面在處理這件事情 一方面也是觀察 小孩子慢慢長大 會不會感化老公 我覺得這七年 我相信螞蟻可能也死心了 該拿的該簽的都簽完了 所以剩下生活 撫養費該拿的 那他生這個孫子 看起來應該是跟著螞蟻 那跟著螞蟻 他這個小孩以後可以分財產 當然可以 當然他就是一個法定繼承人 分王全人 王全人 所以王全人現在目前就兩個 前面一個金金 那個一個 那一個就是這個 所以他現在只有兩個的遺產 遺產繼承人 所以目前他們兩個都是 所以王維陽為什麼當初那麼在乎 至少不要斷了這個線 其實豪門最重要的是 他擔心的是這個財產 血賣下去這個財產會分 萬一股權不同的嗎 然後不同派系 你就知道以後就鬥起來了 那我可以這樣講嗎 說王全人第一任太太 第二任太太 如果看到王全人又娶第三任 第四任又生小孩 會越來越緊張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是至少我們如果有生小孩 就是擁有一個繼承權 繼承權分幾份 那將來一定是 我們的想法一定是越接近 越後面生的那個原配 如果還在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將來分配財產的那個 扣達 扣達一定是最輕的 最近的先分 那個比較離比較遠的會 但是都還有特留分的問題 那麼大的這個財產金額 一定會有一些特留分出來 好 那有網友這樣說 說王全人這樣對待螞蟻 其實還蠻廢的 就錢給那麼少 也不理他這樣 那不過這個潛意 認為王全人不廢 其實王全人 我覺得他當時候 可能也沒有做好防護措施 沒有想清楚 然後就是基於這個人性的衝動 然後就 有些事情 在很關鍵的時刻 不容易想清楚 對 所以他要去 所以我們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去玩 我覺得王全人 很可惜是他有這麼好的一個背景 跟天賦 沒有好好運用出來 如果是我的話 第一件事我先去結紮 結紮完之後 我再出去玩 是不是就很安心 那未來如果再想生怎麼辦 打開就好了 還管這些事情了 現在不是更痛嗎 對對對 其實如果他要玩 真的你就是好好的 放心去玩 玩的專業 在我們看來 他就是玩的又不專業 玩的半吊子 然後你看搞得小孩也很可憐 然後還要打官司 多麻煩 對啊 我個人覺得說 你如果真的要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你就專業去做 什麼事情認真做 跟日本人一樣 那你何必去結紮呢 你就去戴套子就好了 這個這個感覺不一樣 對 很多人會認為感覺 當下感覺不一樣 我們還是尋求科學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 王全人他他應該是 你看他的 他王全人的樣子 他看起來就是怎麼講 就是很多的女生 他在部分的部分 看起來他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有類似像這種樣式的朋友 他當下會非常的衝動 然後女生呢 其實跟他說了什麼 他可能就已經會 好好好 就會瘋了 早上才會清醒 要怎麼樣 糟糕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尋求 這部分的專業 我的判斷這種離婚官司 基本上只是一個訊號 應該是螞蟻釋出個訊號 我不再等了 七年了 不然只出位這六萬塊 光是王毅娘說 不要垃圾 該管 應該是應該是公公還覺得 你們還可以繼續維持這個現狀 可能螞蟻不肯 他不肯 我能做什麼 我只有用一個訴訟 來表示我的決心 我該處理的處理的 就是這樣 我認為應該到後來 感受到螞蟻也沒有自由 因為他有婚姻 對 帶個小孩 然後沒什麼錢 應該會和解掉 我會判下來 我認為螞蟻是一個訊號 告訴王家 是公公 我知道我跟你每次講 你都叫我再忍再忍 我不要 我在東京直接訴訟 訴訟下去公公就知道 離不計算 因為法官怎麼會判 對 那我就算了 那我才一定會和解 那如果說王權忍 按照媒體學說 他有三十億的話 那螞蟻可以分多少 三十億要看 如果是不動產 還在爸爸名下 或者是爸爸用正宇的 那不能分 如果在他現金 因為他可以結婚七年 是現金是可以分的 所以我不知道 正宇給小孩 如果王文養 正宇給王權忍 你說現金嗎 現金沒有正宇這件問題 現金金他账戶就是他的 對 就是 現金就混在一起了 沒有所謂現金是 我正宇給他這個都不能動 不能分 沒有 現金金账戶就是他的 就是誰的 就是王文權的 王權忍 王權忍的就是他的 螞蟻不能分 可以分 可以分 現金一定可以分 所以我在想 他們在現金上面的溝通 因為有兩種假設一開始 一開始結婚就不是那麼OK 將來他老公就覺得 就早晚會分開 他可能在資產上面配置 會多配置一些不動產 用爸爸繼承的過去 說正宇的方式 讓螞蟻分不到 現金存量會低一點 我在猜如果有房的話 我相信王文洋 他們這麼大家族 這麼多會計師律師 在幫他handle 應該會有 但是我認為在王文洋 我現在都講王文洋的立場 王文洋絕對不會虧待 他的孫子 這是一定的 那一定有適當的待遇會給他 那正宇給這個王權忍 什麼不能分 房子 不動產 那個看得很清楚 就是房子 可是那是婚後 婚後正宇也不能分 一樣 婚後正宇也不能分 上面權狀看得很清楚 正宇已經免過幾年 幾月正宇 但是現金你存進去以後 縱然是婚前存的 或者講正宇的話 那筆錢會混在你自己 本身的年薪四百五十萬 那個錢會混在一起 你不可以跟法官署 保管我現在花的 都是我的四百五十萬 那除了房子正宇不能分之外 還有什麼是不能分 股票看得到 看得到 看得到那個移轉的 而不再變動 能夠鎖住當時移轉時不會 不會混同的 不會混在一起的 現金是會混在一起 你存在銀行裡面 沒有辦法認定 你賺了四百五十萬 年薪跟爸爸送給你的兩億 混在一起的 你沒有辦法解釋 我現在花的錢都是四百五 所以我那兩億都沒碰到 不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它混在一起 就沒有辦法判斷 了解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繼續分享